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财富还是成功 要我说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幸福 那么什么是幸福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获得幸福 我们要如何获得长久的幸福感呢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说 想要理解幸福就从跟随海特开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惠心书斋 读好书就是同过去时代最优秀的人对话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像与其像人》 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 幸福的假设在古代智慧中寻找现代真理 这本书大量引用了古代东西方哲学 文学与宗教中一些伟人关于幸福的看法 其中包括孔子、孟子、佛陀、柏拉图等 书中归纳了十个假设 并根据当代心理学研究 对这些古代智慧进行了深入剖析 并从中汲取可以应用到现代生活的元素 这本书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如何快乐幸福的生活 作者乔纳森·海特是著名的心理学家 泰德大会演讲人 自1999年他一直活跃在积极心理学领域 并因此在2001年获得了邓普顿奖 是积极心理学的先锋派领袖 此书一出版就得到了国际媒体的齐声推荐 《泰晤士报》盛赞道 这本书引人入圣令人欣慰 充满了人文关怀与情趣 它将古代文明的洞见与现代心理学知识 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本书的中文名是《相与其相人》 是不是特别有趣? 《相与其相人》这个比喻来自佛陀 他将人的心理比喻为野生大象 而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的划分有四种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控制化和自动化 我们的大部分心理历程都是自动发生的 无需我们用意识去控制或者注意它 而控制化处理过程 是经过思考控制后按照步骤来进行的 我们的自动化系统就像是一头桀骜不驯的大象 大象包含我们内心的感觉 本能反应、情绪和直觉 而其相人是我们的控制化系统 是我们在灵性思考控制后的抉择 如果这样说不好理解 也可以将自动化系统理解为潜意识 而控制化系统就是显意识 人类的自动化系统 也就是大象负责绝大部分的工作 而其相人扮演的是顾问的角色 只有大象和其相人的意见相同 或者大象没有自己意愿的时候 其相人才能指挥得动大象 如果大象真的想要做什么不理性的事情 就算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做 但是弱小的其相人 根本无法指挥大个头的任性的大象 大象和其相人各自拥有聪明才智 只有配合良好 人才会表现出聪慧的行为 达到所要达成的目标 而这两套系统之间的冲突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也是导致我们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 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觉得幸福是想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要想达成目标 我们就需要让其相人能够引导大象 走向正确的方向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 在心理上影响大象的三个原则 也就是让我们感到不幸福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情感启动效应 在大象所用的语言中 最重要的字眼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们对于自己经历的一切事物 下意识地都会有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反应 比如 我们自己的名字 会启动我们大脑中的喜欢计量表 只要我们一看到或者听到 跟我们的名字很像的词 我们心里就会对这个词产生一种愉悦感 人生的三大决定 做什么工作 住什么地方 跟谁结婚 居然都受名字的发声 这样细微因素的影响 第二个呢 是负面偏好原则 无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 在心理层面 负面偏好的原则都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人类的心理对坏事的反应 要比对好事的反应 更快 更强烈 更持久 比如 在股票交易中 赚了一万块和赔了一万块 赚钱的快乐 远远比不上输钱的痛苦 第三个呢 是强大的遗传基因 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先天遗传的影响有多大 快乐其实是人的个性中最受遗传影响的特质 也就是说 我们的情感风格是基因里自带的 一个人平时的心情愉悦程度 有50%到80%可归咎于基因 而非生活经验 这一点是科学家对生活在不同环境的 同卵双胞胎进行研究发现的 既然我们了解了让我们感到不幸福 不快乐的原因 我们怎么能改变自己的情感风格 而让自己更加快乐呢 作者告诉我们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冥想 在解读《正念此刻是一枝花》这本书中 我们介绍过如何做冥想练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如果能连续几个月都坚持每天冥想 我们心中的种种恐惧、焦虑、萦绕心头的负面想法 就会大幅减少 我们的情感风格也会获得改善 第二种是认知疗法 沮丧忧郁的人思考时会扭曲事实 进而产生消极情绪 而消极情绪又让扭曲的思考更为严重 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永无宁日 认知疗法就是训练病人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找出一件自己做的错事 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 这样做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到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的快乐 这就是荣誉感 之后就比较容易找出替代方案 以及更正确的思考方式了 每完成一个小小的练习 内心就会感到一点点放松或者快乐 认知疗法教导奇象人如何训练大象 而不是直接跟大象说理把大象打败 每次练习完后的一点点快乐 就像给大象一个香蕉来奖励他有好的表现 认知疗法的优点是 停止治疗之后 治疗效果会持续下去 因为大象已经被重新训练过了 第三种叫百忧解 这是一种抗抑郁症的药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毕竟是药三分毒嘛 总之 想驯服大象 就要用对方法 想改变自己的心理 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下面我们来说说幸福来自何处呢 东西方古人都认为 追求财富 名誉之类外在的东西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想要获得幸福 就必须放弃对外在事物的追求 而去寻求内心的喜乐宁静 积极心理学认为 幸福是可以用公式来量化的 这个幸福公式是 幸福持久度 等于天生遗传的幸福的范围 加上我们的生活条件 再加上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 在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中 虽然遗传因素没法改变 但是生活条件和可控因素 都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先说说生活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免不了会进行炫耀性消费 希望用它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 进而贬低别人 这是大象的习惯冲动 但这会让我们陷入攀比的死循环 离幸福越来越远 就拿购买离上班地点远的高档住宅区 和购买离上班地点近的普通小区来比 前者属于炫耀性消费 后者呢 可能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炫耀的 但我们不用每天长时间地耗在上班的路上 每天的生活节奏就不那么紧张了 由此带来的幸福感是真实而且持续的 所以我们要避免炫耀性消费 把注意力放在对生活条件实实在在地提升上来 我们再说说提高幸福感的可控因素 积极心理学认为 当人们找到能发挥自身优势 并且全身心投入的挑战中 比如打篮球、画画、写作 或者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等 都可以提高幸福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心理学研究发现 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时 自动化系统的大象处于主导地位 满心欢喜地向前奔跑 而控制化系统的奇象人 会寻找机会协助并且引导大象前进 这种象与奇象人为同一个目标完美合作的状态 可以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感 另一个提高幸福感的可控因素是 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许多人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对儿童来说 与父母的良好关系会给儿童带来安全感 帮助儿童成长并且认识世界 童年时期的依恋模式会持续到成人时期 在婚姻中 夫妻关系和父母幼儿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 研究表明幸福的人比较早婚 而且比那些幸福起点低的人 婚姻更持久 人是社会性动物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在群体当中获得归属感 现代医学研究还发现 良好的人际关系 可以提高个人的免疫能力 延长寿命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互惠原则 这个原则能对人际关系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 关于互惠的内容 我们在影响力艺术中已经详细地解读过了 人际关系的改善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提升 这些外在因素 对个人的幸福都有很积极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提高幸福感的内在因素呢 那就是自我提升感 海特在书中介绍了三种获得自我提升感的途径 一种途径是去见证美德 当我们从他人身上感受到 勇敢、慈爱和同情等美德时 就会放下防卫心 并感受到幸福 第二种途径是去寻求敬畏感 当人们面对超越自我的宏大事物 比如壮丽的大自然或是了不起的观念时 因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对方的压倒性力量 就会从心底产生敬畏 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就会让许多人产生敬畏感 这时 像与其像人这两个分裂的自我 将重新组合成一个圆满的整体 人们会觉得自己宛如新生 不再有任何的迷茫和怀疑 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第三种获得自我提升感的途径 是融入群体 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 心理学家发现 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 共同努力时 团队成员之间会形成一种和谐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 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渴望 另一方面 它让我们脱离自我 融入到集体这个更庞大的存在当中 从而感受到自我提升 总之 为了获得幸福 我们应该让其像人和大象 有技巧地进行沟通 让双方一起去追求那些值得追求的事物 高超的其像人 通常避免与大象正面冲突 依靠技巧去驾驭大象 最后我们以罗马皇帝的一句格言作为结束语 整个宇宙就是无止境的改变 你认为生命本身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 这本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心理书籍 到这里就解读完了 欢迎留言聊聊你的感想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 并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下期我们继续分享好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